攝攝齊鼻拉得很長啊 好像大象的鼻子 這裡又做一個翻摺 他喜歡做這種翻摺的動作 我在懷疑因為這樣子會造成一個比較挺力的效果 因為那字還是終究偏弱 所以有這些折角 會讓人家覺得他還是蠻挺的 或者會覺得一直軟趴趴 這到這裡是比較扁的 因為他這樣出去 筆尖在前面出去 所以後面留一點一大塊的感覺 攝 布 落筆 滑動 後面稍微拉尖一點 然後從這邊布撇過來 然後這裡又很用力 哇這弧度好大 大家看到這裡也好大 後面竟然沒有抽尖就放掉了 金 這個金到寫得有點大 這個撇那還蠻翹的 金在這裡看起來是偏大 因為旁邊那個筆畫也很多 所以這個寫完其實有點擠啊 好向左點 向中間集中 逆過去滑上去 稍微壓下來一點點 這裡稍微若即若離 那金 點 稍微往上敲 他這個往上敲一定要做到 這樣看起來才會覺得這支的姿態非常優美 因為一個往上 這個才一個往下 這裡不太長 應該等一下下面還有一個福爾溝 下面就安安靜靜的把它寫好 這樣才能把字撐起來 不要從頭扭到尾 這裡很瘦勁 然後福爾溝也是瘦 一直到後面筆鋪開以後 彈上去之前筆鋪開了 所以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比較寬錯的感覺 山這裡 真的斷掉了 這一次那裡 這後面一次啊 這好特別喔 是因為石頭那裡刻不下去呢 還是後面本來是一個輕的筆畫 要重補的 把它蓋上去 所造成的後果 不太清楚 好 最後這個是逆回來的時候 有圓勁 然後後面稍微拉動一下 拉下面一點 好 3 牽 牽 逆一下 撇 再用力撇出去 中間稍微手 後面用力撇 然後這個逆過來 滑動過去 後面稍微拉下來一點點 然後牽呢 竖畫寫得比較短 一般會拉很長 再寫得很短 所以這個字比較接近正方形 每次遇到字啊 有時候覺得破破爛爛的 其實它在圓鐵上就是這樣 有時候被刻了很多次 所以發現線條很多都重複 有時候感覺有點破破爛爛 偏偏一個這麼簡單的字 它偏偏每次都出問題 光 啟筆 加一點粗細 然後點 雖然好小 可是點畫 清楚齁 筆畫雖然不大 但點畫要清楚 不要以為它瘦瘦的 就給它寫爛爛的 然後從這裡出來 撇 啟筆 這裡有點弧度 加粗變稀 然後整劈這樣送上去 所以這裡很飽滿 光